第39章 蓝宇 光之芙蓉 上 那精纯之极的光元素波动 虽然只是一闪即逝 但凭借着强大的感知 他还是瞬间记忆住了那个方向 在他面前的岔路一共有十条 而他记忆的方向 就是从左手起第三条 没有再犹豫 龙浩尘站起身 大步朝着第三条岔路向前行去 走入岔路不到一百米 之前出现的感觉再次呈现而出 没错 就是这个方向 龙浩尘心中暗想 有如此浓郁光元素波动的地方 自然就应该是我此行的目的地了 继续行进片刻 当他拐过一个弯时 突然间 前方出现了一闪奇异的光门 这扇光门与他之前传送到这里的那扇不一样 相对要小了许多 高约两米 宽一米 呈椭圆形 光门内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韵 但边缘却是水蓝色的 这是 难道我要踏入这光门之中吗 龙浩尘停下脚步 站在光门之前 他顿时感到 之前精纯之极的光元素波动 正是从这光门之中传出来的 只不过并不是持续散发 而是无规则的不时出现一下 身为光明之子 龙浩尘天生就对光元素 有着极大的亲和力 不只是光元素对他 他对光元素也同样如此 只要感受到是光元素存在 他下意识地 就会排除有危险的情况 由于片刻后 龙浩尘深吸口气 迈步走入光门之中 这一次 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 只觉得周围尽是一片柔和的光玉 只是一晃 他就又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 下一刻 虚幻的一切 又重新变回了真实 这是一个洞窟 周围都是不规则的岩石 一步跨入这里 龙浩尘只是刚刚感觉到 自己回到了真实世界 下一刻 就变得梦幻起来 一蓝一金两道光芒骤然亮起 将整个洞窟内照亮 蓝色如浩瀚的大海 充满了包容与蓝色的金银之美 金色的如清晨的太阳 温暖 明亮 充满朝气 却并不刺眼 那时旺盛的生机 是驱走黑夜的光明 这时 龙浩尘的目光瞬间就迷离了 这两种稚纯的颜色是那么美 美得令他沉静 尤其是那金色 当他一眼看到的时候 只觉得自己 仿佛又回到了 当初父亲帮他完成神圣觉醒的一刻 体内的液态灵力 也随之自行散发出来 令他的身体忽明忽暗 他的进入 似乎也吓到了那充满在整个洞窟内的金色与蓝色 两色光芒同时停顿了一下 但他们传递给龙浩尘的感觉 却截然不同 蓝色光芒是带着晶体和试探 而那金色光芒在短暂的停顿后 立刻涌出强烈的亲切感 骤然朝着龙浩尘扑了过来 龙浩尘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 金光扑面 当他的身体被那金光笼罩在内时 他只觉得全身都变得温热了 体内内灵力运转的速度也骤然增强 说不出的束缚 虽然此时他看不清周围的一切 眼前只有这金色 但那越来越强烈的亲切感 却让龙浩尘心中尽是满足 他感受着光的智力 感受着那无尽的纯净之光 整个人都沉浸其中 隐约中 龙浩尘的身体 在这金光包袱之下 竟然变得渐渐通透起来 任由那金色光芒 在他身体内穿过 盘旋 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震撼地惊呼出声 光药之体 其是七阶象征性强大能力 化身为光 与光融合 此时的龙浩尘才只有五阶 而且是刚刚踏入五阶而已 但他却做到了 哪怕是那些完整版光药之体 也不能让外来的光明 轻易透体而过 可他却就是做到了 这就是光明之子体质 对光的亲和 令他对一切光元素 有着绝对的信任 而光元素 也将他当成光明的主宰 光明之神的孩子看待 亲切 柔和 充满了无尽的亲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那金光悄然退去 龙浩尘的身体 也恢复了正常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危机感却骤然传来 猛然睁开双眼 龙浩尘看到了一个蓝色的身影 看到这个身影 他不禁吓了一跳 因为 这蓝色身影 看上去竟然和他一模一样 只不过 身体是透明的蓝色 强大的压力 骤然从那 似乎是之前蓝光凝聚而成的身体中传出 下一瞬间 他双臂已然抬起 两柄蓝色重剑 就那么从他双手之中延伸出来 突击 此时此刻 龙浩尘身上 甚至没有任何武器装备 而且他还刚刚从之前的美妙中清醒 下意识地 就激发了手腕上的灵光护腕 一层圣光照升起 淡金色的光芒 硬挡那蓝色光影一击 扑 巨大的冲击力撞击的龙浩尘 瞬间后退 那一双蓝色重剑 同时发动了闪电刺 宛如鱼打芭蕉一般 冲击着圣光照 只是一秒的时间 圣光照破碎 蓝色光影 揉身而上 直扑龙浩尘 有了这短暂时间的缓冲 龙浩尘得以反应过来 双手同样在身体两侧一分 两柄略显纤细的金色长剑 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凝凌成冰 这是以灵力化为的武器 虽然他根本不知道 攻击自己的是什么 可是 他却能清晰地感觉到 此时自己面对的 似乎就是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武器如何抵挡 凝凌成冰指的 就是以灵力凝结而成的兵刃 只有修为达到五阶之后 才能做到 龙浩尘现在不过是 大帝骑士一级 用出来还十分勉强 而且凝凌成冰 对自身灵力消耗巨大 不到万不得已 是绝不会轻易动用的 以他光明之子体质 凝聚出这两柄细剑也是 直接消耗了超过500点内灵力 而且在战斗过程中 灵力还会持续消耗 面对蓝色光影的闪电刺 龙浩尘手中一双细剑也动了起来 金色光影闪过 他竟然以剑破剑 在没有使用任何技能的情况下 将那蓝色光影所有的攻击 全都挡了下来 蓝色光影似乎就只会 闪电刺这样的攻击 速度陡增 万千蓝色剑影 宛如水银蟹的斑工制 在这一刻 龙浩尘只觉得自己 似乎又回到了当初的 消耳地穴中一般 手中双剑上下翻飞 整个人心神 却始终保持在冷静状态 任由对方的攻击速度 多么迅疾 他都一一挡下 龙浩尘发现 对方的攻击力并不怎么强 凭借凝聆成兵 他能够轻松地抵挡下来 但是 尽管龙浩尘没有使用任何技能 他自身的灵力 也依旧在迅速消耗着 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去 似乎不怎么有力 咦 就在这时 龙浩尘突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 他的感知比普通人高许多 在抵挡住这蓝色光影 狂风咒语般进攻的同时 还有去观察对方的能力 他发现 那蓝色光影的颜色 似乎暗淡了许多 伴随着每一次攻击 他的身体 也会更加暗淡几分 这段时间参加猎魔团选拔赛 龙浩尘也经历了不少比赛 有输有赢 尤其是面对强大对手时 对他增加实战经验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龙浩尘领悟道 在战斗中 不但要时刻关注自己的情况 更加重要的是 关注敌人的情况 并不是观察敌人的进攻技能 而是敌人的身体 以及敌人灵力强度 他也正在逐渐养成 这个观察的习惯 蓝色光影 第一次发动闪电刺时 威力明显是最强横的 但是 当他破开自己的圣光照时 攻击力似乎就下降了很多 圣光照显然是不可能伤害到对方的 那么 他的攻击力 为什么会突然下降呢 而当时自己的情况呢 这么一联想 龙浩尘就发现了其中奥妙 这蓝色光影的灵力强度 似乎是和自己相差无几的 自己的灵力下降 他的灵力也就会随之下降 之前自己用出了凝凝成兵 自身灵力大幅度消耗 所以 他的灵力也降低了 攻击力自然受到了一定影响 此时已然 既然如此 那我只需要纯粹的防御就可以了啊 就在龙浩尘思索的功夫 突然间 那蓝色光影身形略微停顿了一下 身体刷的一下腾入空中 急速旋转 正是斗杀悬元剑 他复制了我的技能 龙浩尘心中大惊 他自己就会斗杀悬元剑 自然知道 这个技能发挥出威力后 有多么强势 但是 在这个时候 龙浩尘却笑了 脚下飞速后退的同时 口中咒语急速吟唱 双手惊剑也举了起来 在这一刹那 他强大的精神力 骤然爆发 兴奋三用 左手光剑上 接连荡漾出三个光环 信念光环 守护恩赐 强击光环 右手光剑之上 则是亮起了浓郁的白光 正是圣剑叙事 修为提升到五阶 在使用圣剑的时候 他已经不需要咒语 只需要圣剑灵力积蓄的过程 与此同时 灵光护腕上的圣光照释放 挡住了那蓝色身影的第一击 快速后退的同时 龙浩尘口中咒语 也已经飞快完成 天使祝福 第39章 蓝语 光之芙蓉 终 紧接着 一声嘹亮的龙吟 从龙浩尘身体周围响起 在浓郁的金光眼映之下 他身体周围的光明内 灵力化为灵片 双手带剑 正是生龙击 生龙击乃是守护骑士和承戒骑士 都能学习的攻击技能 龙浩尘修为突破五阶 自然也从父亲的传承之界中学到了 但是 在用出这一击的时候 他右手的圣剑并未完成 扑 双方在空中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但是 只是一瞬间 那蓝色身影已然溃散 化为无数蓝色光点 向四周散去 碰 龙浩尘双脚落地 上身微微一晃 眼前一阵发黑 刚才那短短时间内 他用出了众多技能 就算是 他那一鱼常人的精神力 也有些支撑不住了 脸色一片苍白 此时 他手中的凝龄成兵双剑 已然散去 自始至终 他右手的圣剑技能都没有凝聚完成 但是 他赢了 他就那么战胜了蓝色光影 其实 龙浩尘做到这些很简单 他能获胜 就在于 他对那蓝色光影判断上的正确 这蓝色光影 乃是复制他的技能和 灵力强度 技能不变 但灵力强度 却是随时根据他自身的变化调整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龙浩尘一直抵挡下去 那么 这蓝色光影的攻击 就永远不会停止 一个不慎 他就会被弃锁成 但是 如果没有灵力了呢 这蓝色光影 还凭借什么攻击 龙浩尘接连用出那么多技能 并不是为了要战胜对手 而是要将自己剩余的灵力 尽快消耗干净 尤其是在最后完成消耗时 发动了最后的技能 没有灵力作为后盾的斗杀悬缘剑 自然经不起生龙击的冲击 所以 那蓝色光影随之散去 这一切看上去简单 实际上却是智慧与实力的结合 如果不是之前龙浩尘挡住了蓝色光影 那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自身未曾受伤 如果不是他判断正确后 当机立断 这一战还很难说 尽管那蓝色光影 并没有真正的杀气存在 但龙浩尘也隐约感觉到 如果自己败了 恐怕会失去什么 一切都归于黑暗 所有的光影都消失了 黑暗之中 只有龙浩尘轻微的喘息声 忽然 就在龙浩尘正前方 一道光芒闪亮 在那光芒的照耀下 周围的一切也随之清晰起来 洞窟 依旧是洞窟 但却比他最早看到石要小了许多 就在龙浩尘面前 有一个不大的圆形平台 那光芒 就是从平台中央亮起的 那是一柄剑 一柄悬浮于平台上的剑 剑刃向下 剑柄在上 与传统的骑士重剑相比 这柄剑要略微小一些 刃长约三尺六寸 从剑鳄到剑柄末端 总长约一尺二寸 合共四尺八寸 剑刃是金色的 但却是内敛的金色 剑级上有许多细腻的明纹 这些明纹组合在一起 呈现为一朵朵奇异的芙蓉花形状 一直归拢到剑鳄处 剑鳄处的颜色 却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金 而是深战的蓝色 剑鳄宽厚 雕刻成龙头状 那金色剑刃 就像是从龙口中喷吐而出的一般 而向下延伸的剑柄 则是龙身 尽管龙身和龙头的大小 似乎有些不成比例 却有着一种奇异的协调感 深蓝色的剑柄上 荡漾着柔和的蓝色光晕 在剑鳄正中 也就是龙眼的位置 两侧各自镶嵌着一颗椭圆形 比金碧大一点的金色宝石 剑柄最后收拢的龙尾 呈现三条寸许长的分叉 看上去十分丰锐 分叉合拢之处 两侧则各自镶嵌着一颗水蓝色的宝石 看到这柄剑 龙浩尘的眼睛几乎是瞬间就直了 自从成为一名骑士后 他见过的武器装备不少 尤其是他最常用的重剑 关注的自然最多 可是 他却从未见到过 有一柄剑能铸造的 如眼前这柄那么绚丽 更为重要的是 他似乎能感觉到 这柄剑在呼吸 他似乎是有生命的一般 在刚刚踏入这里 感受到那金色与蓝色光芒的气息 再次出现 只不过比那时候要更加柔和得多 尤其是剑刃上荡漾着的金色光芒 更是牵引着龙浩尘 一步步向他走去 太美了 他真的是太美了 完美无瑕 当龙浩尘神志略微清醒一些的时候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已经登上了平台 就站在这柄剑的前方 用力地吞咽了一口唾液 这 这就是骑士圣殿奖励给自己的出赛奖品吗 哪怕只是看 他也能感受到这柄剑的珍贵 小心翼翼地抬起右手 缓缓握上面前紧在咫尺的剑柄 刹那间 龙浩尘只觉得 一股巨大吸力 牢牢地吸扯住自己的手掌 紧接着 剧烈的刺痛就从掌心处传来 心中一惊 龙浩尘却没有试图松开手掌 因为他清楚地感觉到 从这柄剑上 传递给自己的气息 再告诉自己 他不会伤害他 一滴滴鲜血 顺着龙浩尘的手掌向下滑落 滑入剑柄 流入剑恶处那金色的宝石 一缕缕鲜血向上蔓延 进过龙身 直至龙尾处蓝色的宝石 嗡 剧烈的震荡几乎就在下一瞬间出现 手中长剑猛然间发出万道霞光 龙浩尘几乎是下意识地将那长剑高举过头 金光中天 蓝光盘绕 化为一道巨大的光柱直冲动顶 强大的灵力波动在瞬间爆发 清凉温润的气流瞬间钻入手掌 只是一刹那 龙浩尘掌心中的疼痛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 六个字按先后顺序徐徐出现在他心中 蓝羽光之芙蓉 这是他的名字 麒麟山谷外 杨浩涵一直静静地站在原地 看向山谷方向 此时他身边还多了一个人 正是骑士圣殿圣骑士长韩倩 店主 您说他能收服那柄剑吗 这么多年了 无数人尝试过 却都失败了 这其中也包括他的父亲 杨浩涵微微一笑 道 希望他能成功吧 蓝羽光之芙蓉这柄剑 乃是辉煌年代流传下来的 本是双剑 后背一位神将大能将其融合为一 这柄剑自升剑灵 并且被上古精灵王族 设下了心灵风暴封印 所有靠近他的人 都会被拉入封印之中进行考核 能够通过考核者 才有得到他的可能 没有人知道这蓝羽光之芙蓉的威能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按照上古精灵王族留下的记载 他们称这柄剑为奇迹之剑 从他被铸造完成后 还从未有过一位主人 哪怕是那位铸造他的大能也不行 因为没人能够得到 其内双剑灵的认可 所以 高等精灵王族 才用心灵风暴封印 将其收藏在这里 等待有缘人 据说 这柄奇迹之剑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 只要他认可了主人 那么 他就只会为其使用 就像血脉装备一样 无论主人实力如何 他都会拥有相对应的实力 双剑灵会伴随着主人的成长而成长 你可曾听说过 可成长性的武器装备 而且 是不需要任何镶嵌附加 和明文附加的情况下 自行成长 这一点 就算是神器 恐怕也无法做到吧 韩倩眼中充满了惊讶 果然不愧是奇迹之剑 这么说 如果号称这孩子 能够得到他的认可 这柄剑 就能够一直用下去了 杨浩涵失笑道 别问我 没有人拥有过这柄剑 也没有任何 关于他使用方面的记载 这个谁说的好吗 韩倩呵呵笑道 店主 这次你可是大出血了呀 杨浩涵微微一笑 道 这柄剑 本来也没人能用 让他试试 有何不可 圣月那老小子 连轮回之剑 都给了轮回圣女 我们骑士圣殿 也出了一位光明之子 只是一柄蓝语 光之芙蓉 难道还不舍得拿出来吗 我们可不能被人家比下去了呀 真没想到 星宇竟然有这么一个儿子 只是令我想不通的事 他应该发现了 儿子是光明之子体质 为什么不送来圣殿着力培养呢 韩倩道 或许 是为了心性吧 嗯 杨浩涵略微一愣 转瞬却醒悟道 你是说 星宇想让这孩子 通过在外界的魔力来 逐步增强 这样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韩倩微笑点头 道 至少从目前来看 这孩子在我眼中 都是一个绝对合格的骑士 像他这样的年纪 真是难得 好的天赋 也要出现在适合的人身上 才能绽放出最璀璨的光彩啊 他刚说到这里 远处 麒麟山谷中 正有一道璀璨光芒 冲天而起 金与蓝 双色交融 金光在中 蓝色盘旋其外 刹那间 映照的天空中 蓝天白云位置暗淡 真的成功了 杨浩涵眼中流露出一丝惊喜 韩倩则是张大了嘴 这也太快了吧 这 杨浩涵哈哈一笑 我已经料想到会如此了 这孩子乃是光明之子体质 蓝羽 光之芙蓉 虽然是双属性 但却是以光为主 光属性 遇到光明之子体质 会进攻他吗 别急 等着吧 他还需要一个融合的过程 第39章 蓝羽 光之芙蓉 下 韩倩有些愁眉苦脸的道 这么一看 我给他准备的其他装备 可就有些拿不出手了 杨浩涵眼含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道 你刚刚才给我解释了 怎么自己 却想不通了呢 我们不能把苗助长啊 依靠他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向前 最终 才能超越我们的存在 对了 星宇那边有消息了吗 韩倩轻叹一声 摇了摇头 道 还没有 他与恶男一战之后 恶男重伤 他却消失了 杨浩涵点了点头 道 告诉相关人等 将这件事 列为本店最高机密 尤其是不能告诉昊臣这孩子 我不希望他的心性受到影响 星宇留给我的信说 如果他与阿南一战后无法回来 在昊臣突破七阶之前 不能告诉他 韩倩叹息一声 道 真不明白 龙殿主为什么非要 去挑战第七魔神 他完全可以不答应那次的挑战 杨浩涵摇了摇头 道 不 他必须去 这是他的责任 如果在有生之年 你能突破到九阶 你也会知道 这份责任是什么 继续让下面的人 去调查恶男受伤的情况 嗯 韩倩点头答应一声 杨浩涵心中暗叹 心语啊心语 为什么你在留下的信中 不肯告诉我们这小浩尘 竟然是光明之子体质呢 难道是为了 给我们个惊喜吗 放心吧 无论你出了什么状况 我都会帮你看好儿子 帮他成为下一个你 不 甚至要超越你 光明之子 或许 有座上第一张神隐王座的可能吧 沐浴在金色的渗透 与蓝色的滋养之中 龙浩涵渐渐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状态 隐约中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多了些什么 整个人也似乎浸泡在温热的泉水中 说不出的舒适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龙浩涵渐渐清醒过来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站在麒麟山谷外的入口处 前方不远 就是荡漾徘徊的金色光雾 嗯 龙浩涵渐下意识地就看向自己右手 右手中却空空如也 只不过 他的手臂还保持着高举的姿势而已 剑呢 我的蓝羽 光之芙蓉吗 龙浩涵立刻有些焦急地向四周看去 剑没有找到 却看到了一个人 杨浩涵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别找了 他在你身体里 在我身体里 龙浩涵惊讶地看着杨浩涵 杨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 杨浩涵微笑道 这是一柄奇迹之剑 鉴于你在出赛中优异的表现 咱们骑士圣殿决定 让你尝试一下 能否通过他的考验 结果你自己也知道了 你通过了 所以 他就是你的了 龙浩涵疑惑地道 那您说的 他进入我身体 又是怎么回事 杨浩涵微笑道 别着急 我会将我所知道 关于蓝羽 光之芙蓉的 一切都告诉你 这柄剑究竟有什么威能 就连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从制造出那一天起 就从未有人使用过 但根据圣殿这些年的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一件灵器 龙浩涵惊讶地道 灵器 什么是灵器 杨浩涵道 灵器 就是通灵的武器 相信你也接受过他的考核了 没错 那就是他剑灵 对你进行的考核 剑灵虽然并不具有真正的灵质 但却有他的本能 一件拥有气灵的武器 就拥有了无限可能 蓝羽 光之芙蓉 本身钳之无限 但你应该也知道 越是强大的武器装备 想要使用它 也就需要更强的能力 而这柄剑却不需如此 因为 它会伴随着你的成长而成长 现在的它 应该已经与你的身体融为一体 它自身的能力 会滋养你的身体 而你的灵力 也会孕育它不断成长 简单来说 这是一件可进化武器 你可以凝神内饰找找看 龙浩涵文言赶忙凝神内饰 这一内饰不要紧 他立刻就发现 体内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原本旋转着的圣影灵卢 和自身液态灵力 并没有什么变化 而且在被考核时 消耗殆尽的灵力 也已经完全恢复 奇异的是 就在圣影灵卢上方 悬浮着一柄迷你小剑 看那样子 可不正是蓝羽 光之芙蓉吗 淡淡的金色与蓝色 荡漾出柔和的蓝金色光彩 龙浩涵这一内饰感应立刻发现 那蓝羽 光之芙蓉 沐浴在自己的液态灵力气息中 似乎隐隐吸收着自己的液态灵力 吸收的幅度并不大 更多的是在受到 灵力气息的滋养 而它本身散发出的蓝金色光芒 却徐徐扩散 散入自己体内每一个角落 刺激着自己的身体 不断产生出柔和而温暖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轻微 如果不是 凝神去感受是发现不了的 但它却隐约感觉到 这光芒似乎在增强着自己的身体 生命最需要的 就是光河水 对于植物来说 只要有光河水 它们就能生存 而人类的需求虽然更多 但光河水 同样是人体最需要的 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和判断 它应该会对增强 你自身的外灵力有所帮助 但这需要潜移默化的过程 并非一蹴而就 杨浩涵的声音 传入龙浩尘耳中 将它从凝神状态中唤醒 睁开双眼 龙浩尘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 意念与圣影灵炉上的小剑联系 只是精神微微移动 顿时 光芒一闪 它手中已经多了那龙形剑柄 金色剑韧 就像是从剑柄龙口中喷吐而出一般 金光闪耀 契合 当兰宇 光芝芙蓉再次出现的时候 龙浩尘第一个感觉就是契合 与他第一次握上这炳剑时的感受 已经完全不同 此时此刻 他只觉得 这炳剑 就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一些奇异 玄奥的东西 正在自己意识中徐徐出现 似乎是这炳剑 在告诉着自己什么 杨浩涵微微一笑 道 回去吧 慢慢体会 明日十六强决赛即将开始 老夫预祝你 能够取得好成绩 明日 龙浩尘心中一惊 不是说小祖赛结束之后 可以休息两天的吗 杨浩涵管耳道 小家伙 你已经在这里三天了 你以为 与一件灵器进行融合 是那么容易的吗 你能够在三天内完成 已经证明你与他的契合度 相当惊人了 你老师那边有圣殿的人通知 不需着急 竟然已经三天了 龙浩尘惊讶之下 赶忙告别杨浩涵 在杨浩涵的指引下 重新迈入了那扇巨大的光门之中 光芒一闪 透墙而出 龙浩尘已经重新回到了 圣蒙藏宝阁 那不大的厅堂之中 周围空荡荡的 并没有人影出现 龙浩尘此事已经明白 这里恐怕根本不需要什么守卫 没有特殊手段 是不可能进入藏宝阁内的 而实际上 有资格进入圣蒙藏宝阁 对本圣殿进行打理的 任何一座圣殿 也就那么寥寥数人而已 走出藏宝阁 外面依旧是两人看守 但却并不是那天一胖 一受两名老者 而是两位看上去人畜无害 身穿不一的中年人 最多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 两人善意地向龙浩尘笑了笑 他们真的人畜无害吗 龙浩尘有些小心地想要 探查一下他们的情况 却骇然发现 这两位中年人给他的感觉 居然是宁静幽远 似乎没有半分能力 又似乎深邃如鸳 不愧是圣蒙总部啊 在这圣城之中 真不知道有多少强者 龙浩尘匆匆向两名中年人行礼后 这才快步而去 主人 韩宇的声音响起 从一旁迎了上来 你一直在等我 龙浩尘惊讶地看着他 韩宇点了点头 道 我是您的护从骑士 自然要一直跟着您了 很显然 他已经完全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龙浩尘很是阳光地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带着韩宇一起返回了酒店 令龙浩尘有些郁闷的是 无论是老师还是姐姐 都在房间中修炼 他其实最想向理性问问 这几天踩而如何 可也不好打扰他们修炼 无奈之下 只能返回房间 自己也修炼去了 关于光之芙蓉 他还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 否则又如何发挥出他的威能呢 清晨 叶华敲开了龙浩尘的门 再次见到老师 龙浩尘却吓了一跳 因为他吃惊地发现 老师脸上原本的阴郁 竟然完全消失不见了 反而有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似乎就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内 竟然年轻了十色一般 老师 叶华呵呵一笑 他脸上的肌肉线条 似乎不再那么僵硬了 我突破了 我终于突破三千零力了 以前 我一直像是催眠一般告诉自己 天赋如何并不重要 而这几天 我才第一次体会到 天赋在修炼中的重要性 这么多年的积蓄 终于有了后机勃发的机会 浩尘 谢谢你 不 不 龙浩尘顿时有些休久 老师 这是我应该做的 能帮到您就好 叶华微笑道 好了 咱们师徒之间 就不说那些客气话了 这些是你师祖给你的 等你此次比赛结束之后 老师也会留在圣城 跟随你师祖修炼 而你也要加入猎魔团 去历练了 这些装备 对你会很有用 第四十章 十六强战 上 一边说着 他拿出一个宛如手镯般的东西 朝着龙浩尘身边的地面出一纸 顿时 光芒闪烁 数件装备出现在那里 毫无疑问 这手镯也有类似于勿忘我戒指的作用 这种储物手镯虽然少见 但韩倩乃是骑士圣殿圣骑士长 拥有自然毫不奇怪 装备 失去过才更知道珍惜 龙浩尘之前丧失了所有装备 那份无奈 他是深刻体会过的 一听到有装备可用 顿时眼睛大亮 迫不及待地向那些装备看去 那是一套全身铠 一柄剑 一面盾牌 这三件装备 全都呈现为银色 上面散发着淡淡的光明气息 感觉上与自己之前的铠甲 光剑 应该是一个层次的装备 最多也就是略强一些而已 不过 就算是这样 也已是令龙浩尘大为惊喜了 失去了盾牌和光剑后 他可是没少打听魔法装备的价格 每一件都要上千金币 令人望而却步 能凑齐一套 他已经很满足了 夜华微微一笑 道 这套装备名叫 圣灵套装 圣灵凯 单独拿出来都是魔法装备级别 但圣灵是套装 组合在一起能产生圣灵光环 根据你的一年控制有军 光环笼罩范围达到直径20米 能够在体表形成一层圣灵护体 防御力足以媲美于圣光照 维持这个光环 美西需要消耗5.0力 是一套非常不错的守护骑士装备 对团队作用不小 所以 这套装组合起来 足以相当于灵魔级装备了 比老师送你的那件灵光护腕 还要好一些 太好了 龙浩尘兴奋地蹲下身体 先将圣灵剑和圣灵盾 收入勿忘我戒指中 然后老师不客气地 穿戴齐圣灵凯来 夜花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这孩子真是秉性纯良 一点都没有因为这是圣骑士长送出 却只是魔法及装备而嫌弃 他眼中的兴奋是不会做假的 老师 你要是见到师祖 一定替我 谢谢他老人家 我一定会凭借这身 装备为咱们骑士圣殿争光的 龙浩尘本就英俊 穿上这一身银色甲皱 顿时更增几分英气 这身圣灵凯重量不大 确实比他原本的铠甲品质更好一些 而且戴有头盔 可以将面部也遮挡在内 防御更加全面 夜花拍拍他的肩膀 道 好了 和你仙姐姐一起去圣蒙大师练场吧 从今天开始 可就是淘汰赛了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 老师预祝你 骑开得胜 马到成功 争取挺进前三名 保证完成任务 龙浩尘又拳捶胸 向夜花行了一个标准的骑士礼 他说完这句话 师徒二人不禁都笑了起来 另一边霸占了龙浩尘床铺 蜷缩在那里的浩月 缓缓抬起三颗大头 晃了晃身体 沉重的身躯 顿时弄的床铺 传来滋滋嘎嘎的声音 少不了你的 龙浩尘向他呵呵笑道 新得了铠甲 龙浩尘相当兴奋 连吃早饭都是穿着甲皱去的 吃饱喝足 在夜华的目送下 与李欣一起朝着圣蒙大师恋场而去 至于他那位护从 是没有资格去观战的 龙浩尘让韩宇留在酒店修炼 姐 彩尔这几天怎么样 他没有生我的气吧 龙浩尘向李欣问道 李欣扑斥一笑道 看你那小心翼翼的样子 这还没确定关系呢 就这么紧张人家 以后一定是个气管炎 龙浩尘脸上一红 赶忙辩解道 姐姐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啊 李欣笑道 好 好 普通朋友是吧 那你自己去打听他的情况好了 龙浩尘顿时有些急了 拉着李欣的手臂道 姐 我错了 你快告诉我吧 李欣白了他一眼 道 露馅了吧 好了 好了 姐姐保证 你今天能够见到他就是 任由龙浩尘再怎么问 李欣也不肯说 什么时候能见到彩儿了 时间不长 姐弟二人 已经再次来到圣蒙大师恋场 十六强决赛 在骑士师恋场进行 所有进入前六十名的参赛者 都可以前来观战 两人踩到门前 就碰上熟人 两名男子正好也从不远处走来 在入口处 交验自己的参赛号牌 正是杨文昭和黄毅 看上去 他们两人是早就认识的 杨兄 黄兄 你们好 虽然是竞争对手 但大家都已经认识了 龙浩尘和李欣走上去后 他主动向二人打了声招呼 杨文昭看到他 顿时脸色一变 有些苦着脸道 我可是不太好啊 我现在就期盼着 抽签的时候别抽到你 说完 他就匆匆进去了 看着他那如遇鬼魅般的模样 龙浩尘不禁有些发愣 他这是怎么了 这还是那天那个 不用做起 就战胜自己的强者吗 难道他竟是没信心 面对我不成 杨文昭自然不是怕他 如果是正面面对 他甚至有自信与彩儿一战 但刺客最强大的地方 显然不是在正面战场上 他实在是不想 被踩而这种级别的刺客惦记上 尤其是自己爷爷 都没有因为那天的事而追究什么 可想而知 那刺客姑娘的背景 多么惊人了 黄医看到龙浩尘 倒是好得多了 面带微笑地 向他打了个招呼 黄兄 那天比赛 我有事就没去 你和王源源 最后谁出现了 龙浩尘好奇地问道 黄医略显得意得到 侥幸 侥幸 王源源实力确实很强 正面碰撞我 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就用了点巧 我和我的精灵伙伴联合施法 趁着他装好宝石 发动聚灵神之盾的时候 完成了土浪术 说起来真不怎么光荣 全场比赛 我凭借土浪术一路逃跑 最终是耗尽了他的灵力 才勉强获胜的 我还要谢谢你 如果他 没有一上来就用出 消耗巨大的聚灵神之盾 正常比拼 还真不知路死水手 听他这么一说 龙浩尘就明白了 黄医这是利用了 王源源的惯性思维 那个姑娘的实力确实强大 没能进入前十六 龙浩尘也觉得有些可惜 哼 不要脸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背后传来一个 怒气冲冲的声音 两人回身看时 可不正是王源源吗 他身边还跟着陈音儿 陈音儿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 小萝莉快走几步 来到龙浩尘面前 向他比了比自己的小拳头 你看不起我吗 最后一场居然都不来 龙浩尘无奈地道 当然不是 那天我正好有事 我向你道歉 陈音儿向他吐了吐舌头 没等再开口 就被怒气冲冲 险些用眼神杀死黄奕的 王源源拉着手 走进了试炼场 显然 经过初赛这段时间 这俩姑娘结下了不错的交情 黄奕心有余悸地 看着王源源身后 斜背着的聚灵神之盾 无奈地摇摇头 道 我就期盼着 猎魔团轮盘的时候 可别抽到与这姑娘一组 不会防御的盾战士 而且还那么冲动 真是怕了他了 李星拍拍龙浩尘的肩膀 道 进去吧 时间不早了 等等我 呼唤响起 姐弟二人回身看时 又碰上了熟人 可不正是那奇葩无比 不会攻击的魔法是灵星吗 恭喜 恭喜 恭喜贵姐弟 同时进入前十六 灵星满脸笑容地跑过来 李星却对他没什么好脸色 有什么好恭喜的 我们可受不起你的恭喜 灵星一致 裴笑道 这是怎么了 李星姐 我可没做什么呀 李星怒道 你还没做什么 你连一个攻击魔法都不会 居然哄骗着我弟弟答应了 进入前三就选你入队 你难道不知道 一名强大魔法师 对于团队的重要性 他这话一说 旁边的黄毅 率先瞪大了眼睛 什么 你不会攻击魔法 一把揪住灵星 脸色比李星还要难看得多 灵星拍开他的手 不会攻击魔法怎么了 哥有药 当初 他就是凭借着自己对魔法的强大控制力 再加上丹药买通了黄毅 这才坐上魔法圣殿初赛第一的宝座 此时黄毅一听说 他不会攻击 脸色能好才怪 龙昊晨拉住 还想和灵星理论的李星 淡然道 姐 你别这样 如果不是因为事出有因 当初灵星也不会拿丹药给我了 他的丹药 对我帮助很大 我应该谢谢他才对 灵兄放心 如果我进入前三 一定会遵守承诺的 那彩儿怎么办 李星几乎是脱口而出 龙昊晨顿时愣住了 是啊 彩儿 彩儿也进了前六十 刹那间 他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 如果自己进入了前三 却只能选择灵星 彩儿怎么办 不久前的承诺 他记得十分清楚 我答应过 要守护他一辈子的 灵星看着有些失神的龙昊晨 心头顿时一沉 脸上流露出一丝略带无奈的苦笑 轻轻地摇了摇头 却是没有在说什么 拍拍龙昊晨的肩膀走了进去 想起那姑娘虽然强悍 但却目不能视 他觉得 他就说不出什么了 第四十章 十六强战 中 李星也看出龙昊晨脸色不好 赶忙出言安慰道 现在还不是像这些的时候 总要你真的 能够成为前三在想 龙昊晨心中略微释然 点了点头 道 我们先进去吧 今天骑士试炼场内 明显要隆重了许多 场地内情况虽然不变 但主席台上却使人头攒动 分明来了不少人 毫无疑问 都是各大圣殿的高层 此时 本届猎魔团选拔赛的前60名 已经来了40多人 都坐在休息区那边 参加今天前16名淘汰赛的 则坐在最前面 虽然其他人不需要参赛 但他们却依旧都来观看比赛 一个是希望能通过观战 来学习前16强者们 战斗的方式和经验 同时 更加重要的是 等到淘汰赛结束后 就将进行轮盘组队了 谁不希望多了解一下 有可能成为未来本队队长的人 有怎样能力呢 龙浩尘一进入休息区 就快速寻找起来 不少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 尤其是骑士与之前 第三组的参赛者们 找到了 龙浩尘对于其他人的目光 完全视而不见 很快 他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彩儿静静地 坐在第一排边缘的角落处 轻竹杖竖在身前 靠在自己的肩膀处 整个人都显得很安静 在龙浩尘眼中 那就是纯净至美的感觉 因为在获取蓝宇 光之芙蓉的时候 龙浩尘完全沉浸在其中 并没有许久未见到彩儿的感觉 见他坐在那里 赶忙和李星一起快步走去 原本安静的彩儿分明 是认出了他的脚步声 略微低下了头 双手也下意识地握紧了轻竹杖 彩儿 龙浩尘叫了他一声 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嗯 彩儿轻轻地答应一声 就抿着嘴 不肯说话了 彩儿 这几天我去圣蒙藏宝阁了 昨天晚上才刚刚出来 嗯 彩儿又是同样地答应一声 彩儿 那天你是怎么了 龙浩尘问出心中疑惑 这一次 彩儿连恩都不恩了 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但是 他的耳根处却都红了 龙浩尘虽然有几天没有出现 但李星已经告诉彩儿 他去做什么了 彩儿自然不会着急 但那天被龙浩尘搂住 以及他自己的误会 却是每次想起来 都会羞红了脸 心跳也随之加速 此时再次听到龙浩尘的声音 他又怎会不害羞呢 龙浩尘乃知道小姑娘的心思 愁眉苦脸的道 彩儿 你怎么生气了 我 我没做什么啊 你要是生气了 告诉我为什么 好不好 我也好改 李星坐在一旁 忍不住眼口偷笑起来 这一对小情侣 还真有意思 看彩儿那样子 分明是羞涩 哪里是生气 指不定那天两人干什么了呢 不过 感受着他们之间那纯纯的情愫 李星心中多少有些羡慕 暗想 什么时候 也能有一个人 向弟弟关心彩儿 这样来关心我呢 龙浩尘并没有着急太久 正在他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一只柔软的小手 却悄悄伸了过来 握住了他的手 柔嫩温软的小手握在掌中 龙浩尘先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心中大定 焦急进去 美滋滋地坐在那里 就算他在感情方面再无知 现在也知道 彩儿没有怪他了 在这重要的淘汰赛阶段 自然没有人会迟到 一会儿的功夫 60名参赛者已经来骑 坐在第一排 龙浩尘认识的人并不多 除了他 李星和彩儿之外 也就只有黄毅和杨文昭 还有两名他未曾交手过的骑士 那两位自然也是 出赛阶段时的五阶强者 龙浩尘略微观察了一下 第一排正好是坐了16个人 其中 骑士圣殿 竟然就占据了五个席位 牧师圣殿却一个都没有 可见 骑士在六大圣殿中 排名第一并非无音 突然间 他感觉到有些不对 扭头向彩儿看去 疑惑地道 彩儿 这第一排 似乎只能是参加 今天淘汰赛的人吧 你 李星终于忍不住笑了 傻小子 你有时候 还真是笨得可以啊 谁说彩儿 就不能参加淘汰赛了 他可是我们第二组的投名 啊 龙浩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险些松开 那只柔嫩的小手 彩儿微微抬起头 轻声道 你也没问过我呀 我是一名刺客 这个消息 对于龙浩尘来说 是绝对的震撼 他竟然知道 彩儿是一名刺客 可是 他看不见啊 看不见的他 竟然能在第二组 获得第一名的成绩 这意味着什么 龙浩尘顿时有些茫然了 各位 欢迎来到骑士试炼场 正在此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试炼场内响起 龙浩尘抬头看时 只见骑士圣殿圣骑士 长韩倩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试炼场内 正向休息区这边说着话 虽然他没有使用 任何扩音的魔法道具 但每个人都能清晰地 听到他的声音 首先 我要恭喜进入前16名的参赛者 进入前16 意味着 你们已经能够从联盟 获得一份奖励 可以在此次大赛结束后 从圣盟藏宝阁中 选取一份最适合你们的秘籍 每当你们 能通过一场淘汰赛 奖励也会随之增加 至于没有进入前16名的 其他参赛者们 你们也不需要其内 能够通过出赛 进入前60名 已经证明了你们的优秀 你们也将成为 未来组成猎魔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咱们圣殿联盟 从来不搞什么形式主意 我就不多说了 下面 进入前16名的参赛者入场 进行抽签 从这一刻开始 运气也将成为 你们能否继续前进的重要因素 而我也始终认为 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 彩儿悄悄地抽回了自己的小手 扶着青竹 仗战起身 龙浩晨知道 他当着这么多人害羞 不好意思让自己拉着 自然也不会说什么 坐在第一排的16名参赛者 鱼贯而入 走入试炼场地之内 其他44名参赛者 虽然不需要再参加 接下来的个人赛 但他们的心情 却同样紧张 毫无疑问 每一场淘汰赛 都将是强强对决 比赛也必然极为精彩 更是关系到 不久后的轮盘组队 他们都想看看 最终谁能力错群雄 成为站在最巅峰的那一位 在工作人员 再次检查了 参赛号牌确认身份后 16人进入试炼场 围绕在韩倩身边 站成一圈 此时 又有五位老者走入场中 站到韩倩身旁 这五位老者中 包括有刺客圣殿侠课堂堂主 掌控着刺客圣殿最强大 36位狭影刺客的 副殿主影随风 魔法圣殿副殿主 圣魔导师 魔导团团长 凌晨 当然 龙浩晨并不知道 这位老爷子 还是灵星的亲爷爷 牧师圣殿副殿主 书记主教 祭祀殿殿主 弱水 战士圣殿副殿主 狂战堂堂主 战地级强者 任我狂 最后一人 则是一席刺绣 有金色符纹黑色长袍的老玉 和弱水的柔和相比 他却显得有些霸气外露 眼中神光湛然 身材不高 但进入试炼场后 却就数他带给众人的压力最大 仔细感受 那竟然是一股近乎 洪荒巨兽的恐怖压迫力 这位就是灵魂圣殿副殿主 灵魂堂堂主 灵地级召唤师三水 正向众人感受到的那样 或许 这位三水婆婆 不是六位副殿主中 修为最强的 但是 她绝对是这六人中 最可怕的一个 韩倩微微一笑 道 众位 我们开始吧 其他五人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虽然他们有六人在这里 但其他五人 只是进行监督而已 抽签由韩倩一人主持 那众人 都曾多次见到过的光球 再次出现 徐徐从空中落下 光球在空中扩大 渐渐变成一个 巨大的金色光环 当它落在地面上时 正好将十六名参赛者 和六名副殿主 隔绝开来 副殿主们在光环之内 十六名参赛者 则在光环之外 韩倩手上金光一闪 顿时 整个光环光芒大亮 将你们的一只手 放在光环上 抽签即将开始 你们尽可放心 小组赛的第一名 只会与其他小组第二名 被抽在一起 按照韩倩所说的 众人将手放在光环之上 圈内的其他五位副殿主 都缓缓闭上了眼睛 用他们庞大的精神力 感受着抽签过程 最紧张的反倒是韩倩 身为骑士圣殿副殿主 她当然希望 本圣殿的参赛者们 能够更进一步 这次骑士圣殿史无前例的 有五人进入前十六名 在其他圣殿面前 韩倩那绝对是大有面子 要是这五人 再都能进入前八 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抽签开始 柔和的金色光芒 在十六之手 全部落于其上后 迅速地闪亮起来 高速旋转 瞬间将十六名参赛者的身体 都渲染成了金色 渐渐地 一道接一道光芒亮起 每一名参赛者身上的金色 都开始发生着变化 变化主要就在于金色的强弱 第四十章 十六强战 夏 翁 光环光芒收敛 龙浩尘等十六人 也各自看向自己身上的光芒 光环内的五位副殿主 同时睁开了眼睛 除了弱水之外 其他四位副殿主眼中 多少都有些幸灾乐祸的神色 韩倩的脸色 却是变得无比难看 事实已经证明了 就算没有那五位副殿主监督 也不会有人来质疑 这次抽签的公平性 骑士圣殿的五名参赛者 竟然凑成了两对半 也就是说 这一轮无论比赛结果如何 骑士圣殿最多 也只有三人能进入前八了 那两名周围清 不熟悉的五阶骑士 抽在了一队 他们身上的金光深浅完全一致 而另一队 则正是龙浩尘和李昕这姐弟二人 龙浩尘的神色 瞬间变得惊恶起来 看着李昕 脸色十分难看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依旧保持了 这令人无语的运气 八分之一的机会 自己竟然还是抽到了姐姐 圣魔导师凌晨咳嗽一声 拍拍韩倩的肩膀 道 韩兄果然不愧是光明的使者 这次抽签公平 公正 我们魔法圣殿认同啊 尹隋丰和韩倩最熟 更是毫无形象地就笑了出来 保寒 你们骑士圣殿确实很强 不过 这运气嘛 泽泽 韩倩脸色一阵发青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占地让我狂哈哈一笑 老 影子 你也不要这么说 这个抽签结果 对骑士圣殿还是很有利的 至少前八名 他们就占了两个 挺进前三的机会 不就大大增加了吗 三水这位灵地级召唤师冷哼一声 你们这些家伙 除了会幸灾乐祸 还会干什么 有本事 你们也弄五个人 进前十六 给人家看看 老韩 谢了呀 我们灵魂圣殿 没有出现重叠 确实运气不错 除了骑士圣殿之外 这一届选拔赛上 最出风头的 就是灵魂圣殿 除了那连自己都不知道 会召唤出什么 却能使用生灵之门的 陈音儿之外 竟然还有三名优秀的召唤师 挺进前十六 而且 其中两人都是四阶的 可见召唤师的强大 在刚刚的抽签中 这三位召唤师 都将面对其他圣殿对手 也难怪冷着脸的三水灵地 心情大好了 韩倩的心在低血啊 淘汰赛这还没开始呢 其实圣殿 这就相当于少了两人啊 不过 当着这么多小辈们 他也不好发作 脸色一阵红 一阵白的 看看你们 一个个小人得志的样子 你们看看人家弱水多淡定 弱水有些无奈地轻叹一声 道 我不淡定也不行啊 我们牧师圣殿的人 一个进入前十六的都没有 这抽签结果如何 和我没太大关系 啊 韩倩顿十余赛 狠狠地道 都回休息区 按照身上金光颜色 有浅到身开始比赛 第一阻留在场地中 说完这句话 他气横横地头也不回 就向主席台方向走去 那巨大的金色光环 也徐徐升起 没入穷顶之中 姐 龙浩晨想对李星说些什么 李星却一脸笑意地 向他摇了摇头 道 傻弟弟 你这是干什么呀 有什么可为难的 难道我遇到别人 就能继续前进吗 我能进入前十六 多亏了彩儿相助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原本都没想过 自己能进前六十 抽签遇到你 其实对我来说 是最好的签位 反正也是说 能够送你 进入八强 不是最好的情况吗 可是 龙浩晨还想说什么 却又一次被李星打断了 傻瓜 有什么好可视的 难道你认为 四阶的我能赢得了五阶的你 还是说 我的玫瑰 能赢得了浩月那小怪物 他可也惊化了 其他参赛者 大多已经朝着休息区走去 彩儿还等在龙浩晨身边 听着他们 这对姐弟的交谈 嗯 这个 第一组比赛的 好像不是你们吧 一个有些无奈的声音 在一旁响起 龙浩晨和李星扭头看去 只见杨文昭和另一名女性 召唤诗证 有些怪异地看着他们 而这二位身上的金色光芒 正是最浅的 那位女召唤诗身上的魔法袍 是戴斗篷的 此时又是微微低着头 看不清相貌 哦 抱歉 龙浩晨向他点了点头 赶忙和李星 彩儿一起返回休息区去了 殊不知 杨文昭也是松了口气 至少 他没有抽中龙浩晨 或者彩儿之一 就算没有之前的心理阴影 这两个对手 也都是最不好对付的 彩儿 你的对手是谁啊 李星向龙浩晨身边的彩儿问道 彩儿摇了摇头 道 我看不见颜色 不知道 听了他的话 龙浩晨顿时感受到一阵强烈的自责 他禁锢着自己和李星被抽在一起 却忘了 彩儿看不见 充满歉意地握住他的小手 别急 我去找工作人员问问 就在龙浩晨去询问工作人员的时候 十六进八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 杨文昭依旧没有召唤出自己的座器 一双重剑左右张开 闪电般朝着对面召唤师冲去 骑士与召唤师之间的比赛 双方要拉开五十米的距离 杨文昭对面的召唤师手握一柄绿色法杖 飞快地吟唱着咒语 与此同时 脚下不停 迅速后退 杨文昭的冲锋速度相当快 可就算是这样 在他刚刚冲过二十米距离的时候 对面的女召唤师就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召唤 一个绿色光点从法杖前端飘落 在他落地的一瞬间 一圈绿色光环随之荡漾开来 顿时 一根根粗壮的藤蔓 从地下钻出 瞬间蔓延开来 这竟是一位植物召唤师 此时 如果杨文昭想要不和这些藤蔓硬碰 他就必须要绕路 杨文昭自然不会这么选择 义无反顾地向前冲去 灿烂的金色光芒浮现在两柄重剑之上 脚下步伐再次加快 化冲锋为突击 手中双剑挥舞 两道光斩剑同时掠出 贴地击飞 拿藤蔓虽然坚韧 但在光斩剑面前似乎依旧脆弱 树根藤蔓顿时被迅速切开 杨文昭的强悍在这个时候彰显无疑 悍然冲入藤蔓群中 没有再使用技能 一双重剑挥舞的风雨不透 任何冲入他剑盲中的藤蔓 都会被瞬间搅碎 只是速度略降 就势如破竹地穿过了藤蔓阵地 而这个时候 对面的女召唤师 却已经完成了第二个召唤魔法 面对杨文昭的冲锋 这位召唤师毫不惊慌 这次是一片墨绿色光芒荡漾开来 顿时 大片大片的荆棘 从地面下冒起 不但阻挡住杨文昭的去路 更是将他的身形也隐藏在其中 吭枪之声瞬间爆响 杨文昭前冲的身形 居然被阻挡了下来 这些看上去 要比藤蔓纤细许多的墨绿色荆棘 居然坚硬如铁 虽然依旧无法和杨文昭 一双重剑抗衡 但却令他再也无法以突击的速度前进 只能一步步向前踏进 此时 龙昊晨已经向工作人员询问过了 确定了采儿的对手 是另一名召唤师 他也被场中比赛所吸引 对于召唤师 龙昊晨是最不熟悉的 他所见过召唤师的战斗 仅止于陈音儿的生灵之门 与杨文昭比赛的这位 显然要比陈音儿靠谱得多 接连两个召唤魔法释放的速度 竟是这么快 当 正在这时 突然间杨文昭脚脚下一顿 一声剧烈的撞击声响起 他的身体也随之晃动了一下 竟是停顿下来 龙昊晨的势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他清楚地看到 一根齿鱼长的红色尖刺 从杨文昭剑上弹起 那显然是刚刚偷袭而至的攻击 因为休息区在上方 因此 龙昊晨能够看到 那位召唤师 依旧在荆棘群中 并没有借助这些荆棘的保护而后退 在他身边 多了一个足有一人高一人 核爆的奇异植物 这株植物通体长满了尖刺 顶端有一朵红色大花 刚才那根赤红色尖刺 就是从他身上甩出去的 杨文昭的实力如何 龙昊晨很清楚 一根尖刺能够将它震退 其攻击力之强 可想而知了 龙昊晨集中精神仔细注视 能够看到 那奇异的植物 全身剧烈地抖动着 然后身上的暗红色尖刺 快速凝聚 居然集中在一起 然后化为一根尺鱼 尖刺暴射而出 目标直指杨文昭 好家伙 植物召唤物居然还能这么有 龙昊晨这下算是大开眼界了 当 又是一声剧烈碰撞 再次阻挡杨文昭身体的同时 周围的铁金集 也以惊人的速度 从四面八方向杨文昭围去 看那样子 居然是这位召唤师 占据了上风 女召唤师的咒语并没有停止 在他身前 一个个痘痣状的植物 渐渐生长起来 痘痣十分巨大 比之前那顶花带刺的植物 还要大上几分 也不知道 它们是如何锁定杨文昭的 缓缓弯下 直到快平行贴在地面上时 骤然甩起 每一个痘痣中 都甩出三颗人头大小的绿色痘子 居然像头师机一般 砸像杨文昭